这位企业家呢 他就是读到这个许金川的 这个一本书啊 也针对这个甘扣郎 也就是甘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啊 他们所写的一本书 因为呢就看了之后呢 这位企业家就感同身受 他就决定捐出爱心啊 他知道呢 他们要成立这甘病门准中心 但是经费不够 所以他决定捐出了1.2亿元 而且是匿名捐款呢 甘病基金会的执行长 特别表示了 董事长啦 许金川他特别说了 这名企业家他年龄不到50岁 他坚持为善不育人知 他先虚的向基金会表示说 小时候妈妈就教导他 有能力就要找机会来回馈台湾 所以他决定捐出这钱 来帮助更多人 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挥爱心啊 因为门诊中心 希望能够在一年后启用 不过现在还缺设备经费5000万 就希望大家也能够伸出援手 来帮助甘扣郎